我剛問過了人家 他不是說退出台灣的 沒有啊 他們就是別人會來接手啊 因為已經用很久就習慣了 不小 所以我才能來快點把他轉啊 花旗集團昨晚微景宣布包含台灣 將退出13個國家的宵禁市場 包含小編昨天自己也才剛翻卡 那我們現在就來聽聽 嚇壞的卡友們怎麼說 你有卡嗎 有啊 那你會剪卡嗎 如果要退出的話 我不知道之後就是 說這些權益什麼方面要怎麼辦 那你之後要會剪卡嗎 會啊 會會要剪卡 那你有要剪卡嗎 沒有啊 他們就是別人會來接手啊 因為已經有很久就習慣了 要退出台灣了嗎 我們不知道這件事啊 不知道這件事嗎 對啊 就是你知道花旗集團要退出13國嗎 就是13國包含台灣 就是他們以後沒有要消費 就沒有要在台灣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啊 不知道 我剛問過人家 他不是說退出台灣了 我曉得所以我常常來快點把他轉啊 那他們之後是要給新展 還是給其他家銀行嗎 他們沒有說 他還沒公佈不是嗎 我應該會比較希望 他銷毀我的那個吧 因為除非他轉的那個銀行信 我可能會用的不然 會不會擔心說 如果你以後有別家卡 然後也是這樣的話 然後你會被他賣給其他的銀行 應該還好 應該還好 他們之後要賣給就是 把你們推給其他的銀行這樣子 最好他是打 你會用那樣卡看電影嗎 不會 那個紅利點數的部分呢 他們剛剛怎麼說呢 就都可以用啊 也不用急啊 因為可能就是別家來接手 不用檢卡 我剛確認過了 他說不用檢卡 那他們現在有那個看電影的優惠啊 那會不會覺得 沒了之後會很可惜 也是會啦 但是那個 應該還有別家可以用吧 紅利點數的部分 我沒那麼大意欸 你會拿那個花旗的信用法看電影嗎 也會啊 那你會不會擔心就是之後沒了這樣卡之後 然後就是 喔 優惠沒了這樣 也還好就用別家吧 喔 那紅利點數的部分呢 那就可能真的要研究一下 什麼時候會被取消什麼之類就是 對 欸 我不知道這件事情欸 怎麼會這樣 真的 那退出之後啊 就是以後電影優惠都沒了 會不會覺得很可惜 對啊 會會覺得 然後還有那些紅利點數沒有花完的部分 如果是你的話 那你會怎麼花 怎麼花 趕快買東西啊 然後那個你有紅利點數嗎 呃 有 有紅利沒有花完的話怎麼辦 那算了吧 算吧 要跟他吵架啊 怎麼要吵架 是嗎 什麼事啊 就來個新的 應該會不會